我不剪點 我不剪點嗎 可是我覺得非常性感啊 我覺得 各男人都為我而瘋狂 為我大大出手 請教訓一下我 這次的挑戰是什麼呢 你這次的挑戰就是 唱 饒 蛇 我唱的超難聽的耶 我知道 很難聽 那怎麼辦 你知道很丟臉嗎 別擔心 我們這次有找老師教你 你先練練看 三天後見 請教訓一下 知道沒 就躲在螢幕後 頭頭摸摸幾步 我最終身為一個人的祈禮 我最終的挑戰 要不要緊張 你最終的挑戰 我最終的挑戰 你最終的挑戰 我最終的挑戰 你最終的挑戰 那我最終的挑戰 我最終的挑戰 我最終的挑戰 都很難以對 對啊 因為我今天聽說 我的饒舌老師是個男生 所以我今天特別準備了三套衣服 還有包括我身上這一件 會露腿的 我等一下還會 塗個油 來塗油 好不簡點 好不簡點嗎 可是我覺得非常性感啊 我覺得做男人都為我而瘋狂 為我大大出手 今天這位老師是資深的饒舌歌手 兼音樂製作人 叫做布朗 他是第二十一屆金曲獎 最佳窮唱組合 吃大熱門製作人 特別情商拜託 他才願意下海教你 哈囉老師 妳好妳好妳好 妳好哈囉 好酷喔 我就躺牆 然後呢 我就帶三套衣服 來給你做選擇 我覺得我今天穿這套衣服 這套露腳的 我今天穿這套衣服 它是露胸部的 我今天穿這套衣服 都是比較屬於金的 所以我連高跟鞋都準備金的 搶牆妳冷靜一點 老師都嚇傻了 妳覺得哪套比較好看呢 妳是來跟老舌 還是坐在酒店上班 酒店上班 我是來跟老舌 我在跟老舌打一看我這個 妳也要試試看看看 還是妳喜歡我這裡面的哪件衣服 還是妳還是禁箱 妳的蛋餐給我東西 妳知道什麼 那我們就直接來了 好 這個 這個 又要怎樣 這個是我心上 我又要唱 你現在跟阿妹唱 我不是妳偶像 我是妳偶像的偶像 搖頭搖頭 搖頭 搖頭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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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頭搖頭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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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幾個文台 我覺得氣唱好不錯啊老師 妳真的 蠟檀 妳有什麼自信 搖頭 妳是哪來的自信 蠟檀 戀燭 搖頭搖頭 謝謝 謝謝 OK 還不錯吧 好 要想最後一個機會 好 不然 就 我覺得就 真的沒辦法 我也愛莫能助 還是妳覺得我唱得太好了 挑選你這個沒有辦法 好啦 最後一首 因為沒有機會 就不要浪費 好 好 好 跳 跳 跳 我抽得差不多的 也又過了 差不多的一天時間 差不多的鮮 我畫著差不多的鮮口 我也要差不多的鮮 做人要差不多的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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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你回憶了還可以 我跟你講 真的 終於找到 差不多 可以喔 我跟你講 而且以為 聽歌詞我覺得太適合你了 我覺得完全就是 寫出你的樣子 這一句 這兩天竊人喔 這個腰中人就是在妥協 自己的這個 本來是不夠的態度的一首歌 你還需要一點口氣 口氣 對 我抽得差不多的一天 然後再有點沙啞 我抽得差不多的煙 可以 對喔 好 可以 腰中人差不多的鮮 我畫著差不多的鮮口味 要差不多的鮮 做人要差不多的鮮 活在差不多的邊緣 又是差不多的一年 可以嗎 有 不錯耶 真的嗎 好一點的 我先看看你會怎麼熟識 好 OK 那你先不要用 原本的熟識 拜託 好 原本的熟識 就比較確定鮮這樣 我抽得差不多的煙 就是每一個東西 超級的煙 可以 我抽得一天 吃就差不多的鮮 我吃好多的鮮 好 我們 如果有你比較多鮮 然後不要說我教你的 我講 自己的風格 風格出來 大喜門老師看出來他鮮 真的 就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堅忍 這差不多的人生 這個問題健身 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總在尖峰茶車 差不多先生 這個已經是rap rap裡面的基本版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叫set loop 就是一個loop OK 一直重複 重複 差不多的 節奏 節奏 這樣 差不多了 好 這個 我有汗嗎 你在表演之前 因為大喜門老師客氣了 他的手會一直動 怎麼 他會一直卷 還是這樣 差不多先生 站住 起一天 畢竟還是 對 我差不多往生 對… 現在結得還不錯 現在結得不錯 可以嗎 可以嗎 加油 可以的 強強帶來 差不多先生 來 給我 差不多的公司 寫著差不多的字 發著差不多的事 差不多的夜生活 又喝著差不多的酒 聽著差不多的音樂 喝著差不多的酒 有著差不多的絕望 做著差不多的夢 穿著差不多的衣服腦袋 差不多的空 差不多的掛 收著差不多抱怨的話 時間也差不多了該回我 那差不多的家 差不多的蝦子路為馬 都差不多繼續 繼續下次摸像吧 我是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你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這個問題艱深 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你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總在尖縫插針 差不多的反覆 總是差不多用義務反顧 差不多的感觸 總是差不多用重雲產物 差不多的哭 差不多的毒 一條差不多的路 我吃著差不多的苦 我喝著差不多的藥 又睡了一場 差不多的覺 差不多的煩惱 差不多要把我鼻瘋掉 差不多的糟 差不多的妙 差不多的鬧 差不多的鬧 差不多的屌 差不多的中國風 差不多要把耳朵摸 帶吸托棚 差不多要幫你送個鐘 差不多的歌手擺著 差不多的烏龍 差不多的麥克風唱 差不多的呼籠 都在哭球 差不多的像個豬頭 因為我和他們長的故事 真的很狗友善 差不多的謊 虎爛差不多的牆 大人差不多的牆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是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你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這個問題艱深 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你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總在天空插針 我差不多先生 YES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 你做錯了 我後面越來越好了 整個都進去了 不能殺 恰富演技 剛剛有一段 你心中因為有歌詞 所以導致於會錯 他讓我感動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 對 他就對了 他可以表演的 一般大家看大熱門 已經變專家 像小鐘哥一定會戴墨鏡 他就是為了造型 為了好看 因為假裝 這裡有一個墨鏡 他在那裡假裝 假裝在那邊耍帥 根本就要偷瞄 眼睛是在看大力大字包 OK 恭喜挑戰 成功 YES 骰子拿進來 他現在能獲得幾次通告 有六次 有六次 要拋很高 要過頭 要過頭 1 2 3 4 4 5 6 高點數 厲害 所以我們也會經常在節目裡面 看到他的表現 他後半段整個進入高潮 就像我坐著我都想站起來 絕對被他渲染到 對 那個音律 趕著想要起來跟他跳了 這個就吸睛程度 大家會熱情看他的表演這樣 嚇死我了 現在還金鴻衛兵 幹嘛 太抱歉了 對不對 謝謝強強 謝謝